會不斷在想自己耕田這個位置 和外面世界的社會有什麼混合 我也會有很多對社會有些憤怒 而那些憤怒其實未必都很妥善地散出來 是不是有一些另外的出路可以自己去實驗 其實可能不是一些多創新的東西 就是回到耕田 無論你創造或耕田 其實你都是一種創造 那種生命力其實是一種發聲的方法 雖然那種發聲我不是等同一定是說句slogan 或者叫句口號 但其實我會覺得我們這一種小眾的行為 是對於主流或者強權的一種挑戰 是一個人來的 上年下半年我是製作一條片叫懶火的 那是說法酵的 其實就是說一種無常的感覺 比如農作物 它有很多微生物很多細菌 其實是一種合作的方式 令到有一些更加豐富層次的農產品 發酵其實你就要容許好和壞都在一起 它可能有一些壞的菌 但是它可能某一個環境 控制到它未必有壞的影響 但是如果我們不能夠接受自己是好和壞的東西都會存在 其實我們未必是好好地接納自己 去回社會層面就是 其實社會是好和壞都會存在的 那怎樣化解這種憤怒 成為你自己可以繼續辨設到的東西 才是學習來的 我有一些作品其實調字都不是很正面的東西 特別是保持加密 它裏面都有一種很死亡或者重申的感覺 這種醞釀和發酵就是去面對一種你未知的情況 我們要準備好去到最壞 但是也不是說最壞之後沒有得翻山 我其實都會一直希望我的作品 是給人一種繼續走的力量 其實調回到我自己是說給我自己 我是需要繼續走 你在哪兒 你叫我自己有私 在哪兒 你叫我自己 你叫我自己